當然我們知道中興是一支非常堅強的球隊 打起來非常辛苦 那我們當然會針對這場比賽的一些狀況 回去再做一些修正 那基本上我覺得我們今天打的 球員打得相當不錯 然後基本上 雖然在落後的時候 然後也沒有放棄比賽 然後甚至在第四節 還可以縮小比數 那我當然覺得 畢竟還是讓他們想了太多二波的機會 因為他們今天在三分泌終於高達50%的情況下 我們會讓他有18次的再次進攻的機會 那這也是我們必須要想辦法去修正 今天狀況自己感覺還不錯 然後 自己的外線可能最近狀況不是那麼好 當然就嘗試著切入 剛好切入也有把握機會上來 那今天其實在 防守上面其實我們 因為我們的籃板是我們的優勢 但我們今天輸了 所以其實在 下一場我們就是再調整一些防守的細節 然後再做回應 我覺得我們今天四節其實分數都有要求 只是就是 十分的這個坎一直過不去 那我覺得我們這個四節其實 攻防都有做得好跟做得不好的地方 那我覺得在防守上就是 因為中信他的轉向快光非常快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回去 針對這一點去做 去做檢討 因為今天也讓他們的三分線有到五成 然後最後我覺得就是我們的區域防守吧 就是解決這些問題 應該就是會 會讓我們的下一戰打得更好 那基本上其實我覺得今天 全員都打得非常辛苦 那雖然輸球 但我還是非常肯定 全員今天奮戰的精神 我們再試試看 就怎麼葬呀 我們一見 我們來得到的 而且第一次叫做博物 所以我們在一起 我們其實就是 你們看我們